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休让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人生快要变色了 不过今天希望大家可以提起精神 股市本来就是有涨有跌 今天好好来听一下未来的趋势在哪里 说不定可以找到下一个 让我们人生再变回彩色的机会 我们现在谈这个产业 它就是让黑白变成彩色的产业 是什么呢 我们待会揭晓 另外很多散户心中的Tone 就是面板双火 我们看到股价依旧是直直落 不过友达现在推出了 所谓最新的胆固醇液金的技术 这到底是什么呢 有机会重振雄风吗 我们今天希望帮大家脑补一下产业知识 等待机会 仔细来看我们节目的内容了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这边是黑白区 第一位是资深分析师 蔚良欢迎 庆宇好 大家好 古怪教授陈宇欢迎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郑宏欢迎 大家好 这边是彩色区 我们电机博士张博士欢迎 庆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日本专栏作家Joe欢迎 庆宇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来看看 股市本来有涨有跌 但是趋势是不会改变 我们要聊这两年 大家都关注到电子值的趋势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么最近刚好有包括了 刚刚落幕的Touch Taiwan 2022 跟智慧显示展 还有这个礼拜登场的 2022 SID的显示周 到底这些最新的 这些技术发表会里面 有哪一些你一定要关注的 最新技术呢 微良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时产业 其实这几年真的很康 你看年复合的成小率 都有12% 都有一成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 我们看就是说 一个新的产业趋势 因为电子值能够应用的地方 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就先回到 就是说刚刚提到 这个智慧显示展里面 其实看到就是 很多大厂来秀肌肉 展现了技术的实力 我想其实友达一直在 积极寻求新的一些转型 产品的新南海 那这一次他所展出的东西里面 我觉得有很多媒体到场 提到就两个东西 是印象最深刻 一个叫球形模拟器 那我们如果去看到 这个画面里面 其实就像是一个球形体 人就是在这个椅子 坐在中间 这个座舱里面 你可以做各种的 不管是说 沉浸式的游戏体验 但我觉得这个倒其次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其实不会花 那么贵的成本去玩游戏 但我觉得更重要 它的一个商业价值 就是放在说 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 所谓的一个陆海空的驾驶训练 比如说开船 开飞机 或者说在救护车的驾驶 你可能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 特殊的道路状况等等 其实这些所谓的模拟训练 你都可以在这个球形 模拟舱里面去做完成 那在我们下面看到 这个叫做智慧摄影棚 那过去其实有很多主播 在报新闻 播气象的时候 这个背景就是一个 所谓的纯绿色的萤幕 绿key 我们叫绿key 什么都可以key上去 那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透过智慧摄影棚的话 它可以直接在这个背景 自由去切换 也就是说 现在我如果要去 也许介绍 这个SpaceX的时候 我可能背景 直接就切到一个 外太空的画面 我想要介绍 可能目前的整个 非洲的动物大迁徙 我可能就把这个画面 瞬间就移到了非洲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话 其实它不仅就是说 你可以自由切换 而且这个画面 其实是更为拟真的 其实在当天的一个展览 它立刻就贴出说 这两个产品已售出 这个算是还没有真正 大规模量产产品 不过以目前来讲话 其实已经有一些买家 都还蛮青睐 这样新的创新 再来我觉得值得 特别留意的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的电子纸 这是未来一个 新的产业趋势 应该也说 其实已经是现在进行式了 可是现在讲到电子纸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应该脑中会跟我一样 闪过一家公司 叫做元太 可是这一次友达 其实它来势汹汹了 它推出所谓 胆固醇液晶技术的电子纸 基本上它是跟元太 目前的电子纸的技术 是不同的派别的 元太是所谓电勇士 说到这两家公司 其实友达当初在 谁比较厉害 待会博士会进一步去做比较 但是我简单讲 其实元太现在的电子纸的技术 是十年前友达卖给他的 当初友达退出这个市场 元太默默耕耘十年某一件 现在在这个市场 就被你做这么大 商机真的开始爆发了 友达发现 现在回头不晚 基本上因为其实 以这个电子纸 现在友达所推的 这个胆固醇技术来讲话 它同样不需要彩色绿光片 跟片光片 优点就是你可以降低体积跟成本 另外来讲话 它的一个色彩饱和度 一般来说会比元太的电勇士 来得好一些 另外讲到这家公司叫Night创 也许投资没有那么熟悉 可是其实它在产业界 是非常有地位的 因为它背后的大股东 包含就是负财 负财投控 包含友达都有投资 它大客户也通知了 像三星 苹果 这次它所推出的车载音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像是 我们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 你可以用在车前窗 或车侧窗都可以 它所采用的就是 Micro ID的显示器 它穿透率可以提高到 大概70% 平常就是类似像这样 是一个透明的画面 但是你也可以必要说 在上面 如果你要开会的时候 你可以变成是一个 视讯会议画面 或者说你在车内 不管是说娱乐的影音 或者是游戏等等 所以它其实就是 好方便 想要放在未来那种 自驾车的概念 车用元宇宙的感觉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 将来大家可以持续去 追踪的一个市场 再来看到就是 袁太当然也参加 这次智慧展 袁太就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电子书跟电子纸 算是龙头 因为它的市占率 大概达到7成左右 那我们刚才讲到 它是电勇式的这个电子纸 那以目前来说 它的一个翻页速度 已经可以提高到 大概一秒 那其实这个就已经 大概接近过去 像这个黑白电子书的 一个速度 而且它的一个翻页的时候 其实这个残影的状况 也越来越改善 那基本上在结合 手写跟触控的功能的话 其实这个呢 不仅可以阅读 它也像是一个 电子版的笔记本 那另外它跟这个B&W汽车 有独家合作一个 所谓的一个可变色的概念车 那其实呢 就能够让车子瞬间 由黑变白 由白变黑 那这个概念其实呢 也蛮具时尚跟这种科幻感 那当然这个未来来讲的话 能不能大规模量 看心情换车 对 你换了几步 目前还是在一个 比较属于偏这个 所谓概念 就是实验性质的阶段 目前盘面当中 其实电子指的 相对蛮抗跌的 指标龙头 我们大概还是要回来 先看一下 元泰的股价走势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 对 就是它这段时间 在大盘频频破跌状况下 相对是比较没有跌到 那没有跌到的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 持股走期相当的吸收 大家可以看到 这段时间它在高档 都没有说出现这种 量能忽增忽减 不稳定的状况 那当然也没有爆大量 那以目前来说的话 因为电子标签 现在估计大概全球的 渗透率大概只有8个百分点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往20% 甚至将来30 40%以上前进的话 这个都还有数倍以上成长空间 而且现在电子指 就是从黑白走到彩色 那这也会进一步带动的 就是一个替换的商机 那因为彩色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对于业者的毛利率来说 也会是明显的进步 那它今年就是估计 在第二季底之前 会有两条新的产线 那年底或明年初 还有另外一条新产线 都会陆续完工去贡献产能 那今年第一季EPS1.281 已经创下新高 那四月营收也是缴出了好成绩 但年增率超过了六成 那我认为 以最近台股表现是比较动荡 那这种强势股 其实代表背后就是 大家看到是它的未来的商机 跟成长趋势 那当然你如果说 就大家等到想要点 它跌下来再买有机会吗 我觉得坦白说有机会 因为台股其实很明显的 在过去这一周 慢慢就是走到 所谓的强势股补跌 所以也不用因为看它强 急着去做揭入 那如果说接下来 它有往这所谓的 半年线以下走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长期的投资价值 它就会浮现了 OK 谢谢威廉 现在不要急 很多好价位都会出来 我们另外来看到 刚刚讲到这个圆太 可能看到圆太的状况 友达就会很痛 10年前这个Apple问世的时候 友达当时是亏损 就把电子职公司卖给 15亿卖给圆太 那么现在看到 圆太发展的这么好 他们现在用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 胆固醇液精的技术 感觉要重出江湖 有没有机会 到底什么是胆固醇液精的技术 好 其实胆固醇液精 它基本上来讲 是我们电子指的一种技术 电子指是什么 其实它的目标 就是希望像指一样 第一个 它是反射式的 就像我们在看 正常的纸张的时候 我们看到字 其实是光线反射回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 它是双吻态 所谓双吻态 双吻态的意思就是说 就像我们现在的荧幕 如果今天把电关掉 这个荧幕的画面就不见了 可是如果今天 我把荧幕关掉 这个画面还是存在 也就是说它可以 在固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今天我画面只要 不需要做切换 我就不需要去做 电力的消耗 所以这是电子指的 两大特性在这边 胆固醇液精 基本上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胆固醇 还蛮特别的 我们都说胆固醇不能太高 它的分子结构 跟我们的胆固醇很像 都是这样子 螺旋状的 这样慢慢一层一层排上去 在以前 就像刚刚威廊这边提到的 就是在之前 其实就有开发过 这样的技术 但是主要在当时 就是价格相对比较贵 友达就退出这样的一个市场 今年其实 为什么又在重出江湖 主要是因为有两个 关键的技术 第一个就是色彩度的关系 色彩度 胆固醇液精 它基本上来讲 它从最早期 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44096色 现在的胆固醇液精 这样的一个显示器 可以到1600万色 这个基本上 已经是全彩的一个 而且对照我们 目前一般市售的电子指的 来比较的话 它的颜色的色彩 饱和度会高很多 而且整个在画面的翻页 更新速度上来讲会快 而且没有残影 为什么它可以做到全彩 主要是从 胆固醇液精的结构上 我们可以来看 这个是它的一个 结构的剖面图 我们正常看到的画面 都是反射回来的光线 它基本上可以 透过适当的安排 最下面是红色的 胆固醇液精 中间这一层是 绿色胆固醇液精 上面是蓝色的胆固醇液精 这些都是胆固醇液精 所以为什么配 红色 绿色 蓝色 因为这就是我们 最标准三个颜色 三的原色 透过这三个原色 我们就可以组出 所有的颜色出来 胆固醇液精 今天在每一层上面 都有它自己的一个 透明电极 我在施加电压 给这个胆固醇液精的时候 它会有两个状态 一种就是反射 一个就是穿透下去 透过这三种 三原色的各种 不同颜色变化 我就可以组合出 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这就是在先天的结构上 蓝固醇液精的技术 它就可以达到 全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元太现在电子质 有什么不同 它胜出的地方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 它在颜色上来讲 它比较具有优势 颜色比较有优势 对 它颜色上来讲 就像刚刚也有提到说 元太做了很辛苦 做这十几年 现在才从最早的 黑白的电子书 转到现在可以做出 全彩的这样的一个电子书 但是整个的颜色表现上来讲 它颜色表现更好 对 这个胆固醇液精的 颜色表现会更好 第二个来讲 就是胆固醇液精 它具有透光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今天如果让我这三个颜色 都让它穿透下 元太的不行吗 元太的不行 因为它先天的结构是不一样 OK 透光性更强 透光性它利用很聪明的设计 就是它在显示器的下方 放太阳能板 放了太阳能板之后 光色照射下来 太阳能就吸收了光线 就转换成电能 所以它可以应用在户外的 看板或者是公车站牌 这时候 尤其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它就不用特别去考虑 电的部分的布线问题 胆固醇液精的优点 第一个就是它可以用 这个大尺寸的应用 第二个来讲就是 这个胆固醇液精 它也是电子质的一种 所以它比我们目前 现在的萤幕还要省电 省电省多少呢 我们简单讲 如果是32寸的一个 液晶显示器 跟32寸的电子质相比较的话 耗电量只有它的1% 再来讲就是 我们目前现在 LCD液晶显示器的优点 就是在阳光底下 因为它亮度基本上 没有办法跟太阳光相比 所以我们就相对 会觉得亮度不够 但是因为 胆固醇液精的这样的电子 可以透光 它是可以 它是利用环境的光 所以外面越亮 它反而看到的 知识越清楚 这是它的优点之一 OK 听起来蛮不错的 是 现在的问题点就在于 原来胆固醇液精 它的价格相对比较贵 所以原泰有这样的机会 从慢慢慢慢这样子做大 现在友达利用 它的面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是有机会 如果今天友达的技术 它的整个成本 能够降到非常的低 现在成本还是比原泰高 基本上来讲还是比它高 OK 所以你觉得接下来 如果有机会超越原泰吗 从技术面来看 技术上来讲 因为它本来就具有 比较相对的优势 现在最大的关键点就在于 友达的技术的转换 它的成本能够降到多少 所以如果它可以降到 足够够多的话 这个部分 我们有机会再慢慢 一些户外的大型的部分 有机会会慢慢看到它的应用 OK 就是什么问题 密切来关注 成本如果下降的话 可能有一些投资器会会出来 就我们一起来看 电子票现在台湾 当然是越来越普及 我们现在公车站牌 这些什么一些购物上 或者行李上 都可以看到 那在日本呢 日本电子标签发展的情况如何 讲到电子标签 我觉得我们今天 基本上是友达跟元泰之战 为什么呢 刚才在讲说 元泰它可能技术面 没有友达那么强 但是我们在讲 在日本市场 叫做有一句话 得伊藤宗者得天下 因为元泰跟伊藤宗 在2021年的时候 2021年年底的时候宣布 两边要互相结合 互相结合做什么事情 因为元泰知道 它的整个一个 我们在讲的电子纸的技术 没有那个彩度 没办法那么高 它现在目前可以做到什么 四种颜色 红色 黑色 白色跟黄色 大家想一下 红白 黑 黄 是什么 日本的POP的颜色 对 那过去 日本在做POP的时候 大家都要用手写 开始用马克笔开始写 然后他们现在开始说 那没关系 我来做电子标签 电子标签有什么好处 电子标签的好处在于 它本身其实它的面积不用太大 它不用像你看电子书一样 不用那么大 但是它的需求量很高 目前有哪些 包括Biku Camera 包括了就是一些 我们大型的 像是Yamada Mazmoto Kiyoshi 松本清 还有许多的这一些 我们在讲超市 他们全部开始改用什么 开始改用电子标签 一家普通的一个卖场 需要几个电子标签 3000个 目前的电子标签价格多少钱 一个电子标签价格 要1000块日币 当然元泰进来之后 它价格会往下压 但是这整个在过去的时候 在2000年的时候 其实日本就已经推过一次电子标签了 它推了电子标签之后 出了一个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电池持久性不够 对 你想想看 看到一把欧起 3000个 你想一下 3000个电子标签在卖场 你每次你要去找人 我赶紧买电池 这一份的话 整个去新路苗 我干脆我直接用写的比较快 但是到目前为止 现在我们把思科 他们现在发展出一种 你这个直接电子标签上去之后 可以10年不用换电池 当然元泰它本身 也在走相关的这些技术 这个当中大家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举个例子 很多时候我们去超市的时候 超市我们去看的时候 有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尤其是我在日本待过 就这样子 5点的时候 寿司打个一个8折 然后7点的时候 再来打个7折 然后到了快打烊的时候 台湾也有 打个3折 对 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有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员工 我当时要喊名喊名 贴错了 贴错了 电子标签不会出这个错 一个按键按下去 整个就进去 如果只是这样子 电子标签应该就还好吧 没有 因为电子标签后面连接到什么 叫做POSE系统 大家知道什么叫POSE系统 就是整个我们在讲的 包括整个物流管理的 包括这个超商的 这个超市本身的管理系统 它整套这个放在里头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电子标签 后面的商机那么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 袁泰后来找了 伊藤中要合作的原因 一定我们在想说 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评估大概是这样 2021年的时候 只有940亿日币 到了2026年 会到多少钱 2400亿日币 所以袁泰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他就是跟伊藤中 在走这样的一个逻辑 OK 所以你觉得 日本市场这边已经是 跟袁泰已经合作了 对 OK 好 另外来看 这边是大家在关心 一般的传统出盘业者 会被日本的电子书市场 给打趴 对 这电子书市场就很妙 大家在想说 这很多书店都倒掉了 那电子书市场怎么办呢 2021年出版市场的是有 一兆六千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 大家发现一件事情 奇怪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模呢 这个规模最主要原因呢 不只是电子书市场 他连资本市场都能够起来 资本市场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最主要就是有很多学生 要在家里面上课 他在家里面上课呢 他必须要买教科书 教科书的量变多了 那变多之后呢 那整个上来的变是 这是15年来第一次 整个翻黑 那整个翻黑之后呢 但是电子书的一个销售市场呢 其实他的一个销售额 还是比较高的 总共有4662亿 那4662亿里面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当中最重要的是 属于电子漫画 还有电子书 这两个加起来 尤其是电子漫画 大家想一下 我们之前有谈过 包括了就是那个鬼灭之刃 这些有多少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名的 叫做咒术回战 卖了3090万本 第二名的叫做鬼灭之刃 2900万本 然后呢 第三名的叫做东京复仇者 2400万本 大家想一下 这个我们在讲说 还是卖的很好 这书卖的 而且不只 这只是卖书而已 他卖书之外 他还有什么 他卖IP IP就很妙了 他包括 他什么卖电影 卖动漫 还有卖周边商品 所以他本身价值非常高 大家就在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电子指出来的 这个电子书 到底未来会不会有一个市场 他市场非常大 在哪里 因为日本过去 紫本的这一些 我们不要想说 像春上春树 这些相关的 他们的一个签的约 只有纸本出版的约 那时候没有想到电子书 他们没有 因为当时书店也没有 出版社也没有去签电子书 但是从去年开始 这些约开始都已经签过去了 所以电子书的市场开始会变大 再加上一个怎么讲 就是高龄化之后 今天有长辈把这电子书看完之后 他怎么给你 怎么给我 就给我 他没办法给你 为什么 因为电子书他本身是需要他的账户 所以他没办法直接转给你 不可以转给我 所以现在目前要被考虑的 其实是这一点 电子书有没有办法继承 因为过去我们在讲说 紫本书他本身 其实是可以继承的 对 对不对 今天可能就是某个教授 某个老师他过世了 他的书长出就说 我就是喜欢庆余 我把它全部给他 对 所以他这应该是有一种 这种订购的 可以转的 对 可以转为 不管是继承或是分享的 对 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 他未来会是一个很重要 要被考虑的一个重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二手交易 二手交易里面的话 今天就是包括 我今天除了我继承之外 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电子书 卖给你 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可以 但是我卖给你之后 出版社跟你之间 这当中该怎么去谈这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万一如果出版社 因为你想想看 你现在所有电子书 是不是都放在出版社的 server上面 万一如果出版社倒的话 你之前付的钱怎么办 对 所以 所以 我们一般买书 也会送给别人看 所以我自己的电子书 我转给你看不行 你电子书 你这样转的话 其实在法律上 其实是不OK的 因为你这是属于复制 复制的部分 它是不被允许的 所以 这整个电子书的议题 现在部分会爆发这些 而且这个事情 未来连台湾都会遇到 同样的状况 OK 所以这边是带解决的 如果这个可以解决的话 哇塞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伤心 又是一个大的市场 OK 好 谢谢 疫情改变了很多事情 面板的产业趋势 接下来又该怎么看 马上再回来 我还有一个小银银行吗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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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